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央视视频和大家见面了 魔幻艰难 抵挡起伏的2020年 在这注定载入史册的一年 我们和疫情战斗 重启生活 回归忙碌 一眨眼2020进入到当地记忆时了 我们又要和小破产一起跨年了 但愿我们在进来的2021年 失事如意 开心快乐 愿疫情早日离去 2020Bilibili最美的夜跨年晚会 由Bilibili和央视频联合主办 将继续传承2019年震撼的视觉舞美效果 高水准的音乐制作 同时带来新鲜的音乐元素 往回舞台规格全面升级 4K的超高清画面 杜比全景双制作标准 带来全方位超高的试听体验 还将会在北京 武汉 香港 台北四个城市 设置会场 通过音乐梦话联动 共同跨越国2020 目前 32组表演嘉宾 42组节目正在露出的公布中 在关键的作用中 我们又看到了周深了 B站官方认证 B站是周深的假 2019年周深生日 B站做了专门的生日计划 蛋糕和专访 在评论区也和声明聊的是火热 多个官方号下场诸位 B站采访他的配文也是周深回家 如今又能够在自己的二次元家中 快年 想必深深也是特别幸福的 据小刀消息 周深的录制工作已经完成了 将会在晚会上为观众们 演唱国漫电影 江子牙的主题曲 请赌信一个梦 另外一首是他在生日直播中 唱过的This Me 不管真假 期待就完事了 喜爱二次元的周深 早在出道之前就在B站注册了账号 慢慢的也在B站投稿 成为了一名音乐UP主 2014年2月22号 他在B站投稿的第一篇 Let's go 冰雪奇缘八国九语版 就霸占了2014年B站的首页 这个视频可以算是当时的 震债之宝之一了 老B站玩家应该都知道这个视频 当时周深还从中国好声音出道 在视频的最后标志的是 他的二次元名字叫做卡布勒 他的账号不像其他艺人 是公司或者是工作室打理的 都是自己在打理的 粉丝疯狂的催更也只是在回复 而没有合适的作品 可见周深对于B站的重视程度了 现在周深的账号已经达到了6级了 比粉丝们还要高 6级大佬 由此得名 2014年至今 周深在6年多的时间里面 只投稿了17篇视频 是真真正正的严根博主 但是每一篇制作的都非常用心 内容都很好 播放量都很高 B站有着周深最庞大最宝贵的矿山 虽然周深上传的视频很少 但粉丝们相当的给力 早在2015年 周深站子和粉丝们就有关于 周深的各种采访和行程总结 卡布时期翻唱的作品也有录音上传 有丰富的资源 直到现在周深的粉丝及站子 在B站始终是积极投稿 而且还有在原因不断的粉丝加入其中 粉丝的活跃度也非常的高 周深还有一个称号叫做B站无脸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一些视频里边 弹幕多到看不见周深的脸 在这些视频里边 粉丝疯狂的抒发自己的爱身之情 并且为6级大佬称牌面 另外网会主持人真容易 在第一时间官宣了 被马云爸爸刺激过的放心纵火饭 萨贝宁将在B站跨年网会的舞台之上 不秀杀乌鸡 而要秀自己最新的网络文化学习成果 非真实会谈书记官抄抄子陈超 不用再管提案了 一心营业和我们相约B站 另外还有一位老朋友 也将作为特邀嘉宾 与小萨和超姐搭档 他就是国家一级演员 大宋提醒官何彬老师 咪咪们买了一年的恋爱循环 可能时期还不够成熟吧 可能不会在跨年听到了 另外因为B站的跨年 是以录播的形式播出的 当期不会与各大卫视冲突 深深很有可能 还会参加一家定时台的快点晚会 到时候不会要切台吧 好了 不耽误大家搬小短凳 一起期待最闪亮的周星星吧 吃瓜不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蛋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